外人緊接著就問 既然波爾波羅蜜是十相波爾 這個十相波爾的體相是無相 你也說不可得 既然他沒有相 我怎麼去認識他 既然不可得 我怎麼樣才能夠得到波爾波羅蜜呢 外人問這個問題也很好 其實也是所有人大家的疑惑也很想知道 论主這邊的解答 乖乎一 如所說行能得波爾 透過什麼方便得波爾呢 就叫聽聞正法 還有發心 還有行五度 波爾則生 本來十相是空相 不可得 不過佛方便說法 用種種的假名文字 讓眾生聽聞 但是不要只是聽聞就好 行者如佛所說 依法而行 比如說絕癌或者顯道 你借著這梯子就能夠上 或者生水因為禪 因為傳可以得度 出發心的菩薩 那首先要聽聞 聽聞可以從三處聞 從佛聞 從地址聞 或者經論中聞 聽聞一切法必進空 沒有決定性 可執取可執著 這第一十相法 灭諸戏論 灭諸戏論讀取內盤是不錯啦 但是呢 菩薩不是說只有自己 灭諸戏論就正內盤 他要發願度眾生 所以他做底下這樣的觀像 灭諸戏論 雖然是非常安穩的 沒有錯 但是 我不要只是自己去取內盤 讀取內盤 我還要 發願度脫一切眾生 那我們怎麼度脫一切眾生 這個要福德智慧 慈悲 種種方便 可是我現在 福德智慧神動力還沒具足 沒有辦法引導眾生 我要具足這種種因緣 行布施等五波羅蜜 來利益眾生 所以 就是要行五度 行五度 第一布施 如果我們有行財師 以這個因緣可以得大富貴 有行法師 可以得大智慧 能以此二施 引導貧窮的眾生 寧入三聖道 眾生的貧窮有兩種貧窮 一個是沒有財物的貧窮 一個是沒有智慧的貧窮 那菩薩 他本身行財師 法師 可以得大富貴 可以得大智慧 可以度這些貧窮的眾生 第二慈戒 慈戒 自己可以生仁天 擺脫三二道的苦 但是更進一步要 免念眾生 也令眾生 免除了三二道的苦 再來要忍入 以忍入因緣 能夠遮止 真會的毒 因為忍入可以得到 身色端正 威德第一 讓人家看得很歡喜 看到我們的色身歡喜 聽聞法音更滑喜 性敬心服 看到已經很歡喜 在聽聞法音更歡喜 這個是由忍入而來 在以精進因緣 能夠破 今世後世福德的懈戴 還有道法的懈戴 雖然說他可以得到 但是如果懈戴的話 還是不能開發 我們以精進 能夠開發福德跟道法 得金剛生 不動心 有身有心 身得金剛 心得不動 以示身心 破凡夫的交慢 另得逆盤 再禪定 以禪定因緣故 破種種散乱心 离 補欲 罪的熱 還未以眾生 說离欲的法 我們要引發波爾波羅蜜藥禪定為遺旨 遺旨這個禪 波爾波羅蜜 才能夠生 如經中說 比丘一心鑽定 要以這禪定為遺旨 能夠觀 諸法 實相 好下面 行五度有刺地的般若 底下是 有 布施接著 瓷戒 有這樣的刺地的 意味 複製 知道欲戒中 有了牽灘的罪業 遮蔽種種的扇門 所以我們行布施波羅蜜的時候 就破除 牽 還有灘 這兩種罪業 來開扇門 那我們 想要讓這個扇門經常開 我們要行 十善道的施羅波羅蜜 有人講說 佛法從扇門入 但是那個入是入門 扇門 但是 有的人他不慈戒 這個扇門又關起來 所以我們要以 十善道 讓這個扇門經常開 但是光有慈戒沒有忍辱的話 也不行 未得禪定智慧 還沒有禮遇 還沒有禮遇有時候有貪 因為貪 有時候得不到啦或者是 產生比較 就會撐 又會跟著來 有時候又破釋羅波羅蜜 所以要行忍辱 行忍辱 能夠 讓慈戒更安穩 所以藉著布施慈戒忍辱 這三個 能夠開福德門 除了福德門以外 還要開智慧門 善門是 當然有通事間善法 但是我們開福德門 還要開智慧門 那 又知 福德果報 雖然說布施慈戒忍辱 可以得到種種的福樂 有種種福德果報 可以升仁天 但是天人中受樂 還是有限度 最後還是會墮苦 所以進一步思維 厭 這些無常的福德 要求 十相布爾波羅蜜� 那怎麼樣得布爾波羅蜜 需要一心禪定 唯一子 才能夠得 十相布爾波羅蜜 就像灌龍王寶珠 那你要拿到這個寶珠又不能夠 去 去 去找亂 龍 所以要一心 一心禪定 除去五欲五蓋 得心的 得心的 這個要得禪定需要大精進 所以在 忍辱之後 來說精進波羅蜜 如經中說 行者 端身 正做 信念在前 我們專精要求禪定 即使 這個雞肉啦 或貼包骨骨最近 積 étaient 我們哭咬了 也不懈� differs 經進來喪禪 dude 有的人 要行布施不为难 他如果很有钱 他要行布施不足为难 有的人要辞戒 为什么辞戒 他怕多道三二道 有的人怕多三二道 或者说没有好名声 因为怕人家念 所以他辞戒 或者说因为这样来修忍辱 这些都不难 意思就是说 修布施持续忍辱 这个不难 所以上三度当中不说精进 布施持续忍辱 不说精进 不过我们现在 为了要求得波尔波罗蜜十项 那要禅定为止 而这个禅定 需要精进 不懈戒 才能够得禅定 所以重新求定 你们世事难顾应虚精进 像这样的 赐地形五度 就能够得波尔波罗蜜